太郁 太郁 又何 汪队长 又来进贡了 过番一关好 我呀 拆人从乡下弄了点上好的牛肉 刚长乳牙的小牛犊子 味道一定鲜美 请皇军们好好品尝品尝 滋补一下身子 鳅山小队长在吗 鳅山正在开会 冬以前往厨房 回头我告诉你 那就有劳您在太郡面前 替兄弟多多美颜了 好 为了让太郡吃得高兴 您瞧 我特意从乡下搜了几个好厨子 手艺是相当不错呀 亏王弟俩赏得周到啊 皇军没白赏识你 哪里哪里 太郡可是我的大恩人哪 没太郡的精心栽培 我王宝山哪有今天哪 这点孝敬合足挂齿啊 怎么回去了这是 这哪找到厨子这么龌龊 滚滚滚 赶紧让他滚 还愣什么 站上弄出事了 我告诉你 连离地跟着吃挂闹 光帆你滚 不是 你看我这 我光顾着手艺怎么样了 哪想到他这副德性了 马上见他走 那二位得留下呀 怎么着也得赶在赏午饭 让蔡君吃到嘴里呀 那好吧 他们俩留下 这个赶紧滚 是是是 你猜哪啊这呢 滚 这老子着事 还俩能干什么 滚 都竖起个耳朵给老子听着 黄君是非常讲究卫生的 如果搞出什么事来 剁了你的爪子 听听了吗 是是 还有你 不万一 这小子是个哑巴 我说 只要你们让蔡君吃得高兴 老子还重重赏你们 是是 厨房在哪儿啊 这边 请 太君太君二位太君 来 王队长给太君准备了上好的牛肉 他带来了啊厨师 二位可以休息了 辛苦辛苦 休息 太君辛苦 太君辛苦 请请 请休息 别愣着了 干活 干活吧 长官 黄君有几个造房啊 黄君的事情不要问 只管干活 我是想说 如果还有造房的话 把那些牛肉都分几分出来 给黄君们都尝尝鲜 用不着 就一个厨房 全搁这里 那黄君卤多少人呢 你啊 只管照着一锅做 少啰嗦 赶紧干活 倒着 倒着 喝茶 请 不是 过去偷懒赶紧干活 这下风 他妈的憋死我了 当哑巴的滋味 可真不好受啊 都愿柴大哥 想不忍得乱大谋 也难为他 当着这汉剑的面 还得点头花腰的 他也不容易 一口锅一个脏 一锅肉 我估计啊 这儿的鬼子啊 超不过四十个 这么大一个平澳城 只有四十个鬼子啊 也就是一个小分队的建制 小鬼子戒备森严 在城外不停地巡逻 原来是在搞迷婚镇 够狡猾的 真让孙老乐给拆着了 咱们赶紧出城 把消息送出去 这可不行 咱要是不把这堆热做好啊 咱们俩谁都比想出去 这 再说了 消灭他们 我不费一兵一组 那咋整啊 这 这啥东西啊 好罪要加五桃 一会儿把他人过来 从哪儿弄他 那是药铺买的呢 林长 你可真够行呢 这都准备好了 行了 下面的事就靠你的了 做好啊 我 我不会做饭 不会做饭 你会啊 我也不会啊 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进厨房 这俩可坏了 那咋整啊 就柴大哥会 我只是 不是 别别别 别着急 狗急了能跳墙 人急了能做饭 咱们试试 这可咋能试呢 万一做得不好不好吃 小鬼子不吃 再多的毒药也没用啊 那万一药是做好用的 行了 我切肉 你切土豆 关键是怎么做红烧肉啊 哎呀 你把各种足料都给一点嘛 都给些油 然后 关键是盐 对了 老话说的有啊 好厨子一把盐 把盐给给好的 都放点辣椒 把这个好子药和 我不倒的这个味儿 给它压一下 你就喜欢吗 亏你想得出来 你聪明吧 绑不住 没事了 可能会出事啊 我看就是他们黑驴 一个人回来了 他们俩呢 他挺妹子的那个 那个 那个梨花姿 市长 哎 哎 让我看让我看 来 来 没转一会儿要出事 哎 让我看了 别看了 过去 怎么就你一个回来了 他们俩呢 他们俩再给鬼子炖肉 炖肉 这探听情报 怎么伺候你小鬼子来了 一个少爷高子 一个千金小姐娇生惯养 只会白吃 他们俩会做什么饭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我他们真没用 关键时刻撑不住气 果腿都给撵了出来 那我和大家就出事 我们怎么办 小子是不是又在自作聪明 搞什么情况 你得选个办法 喝茶 喝茶 好好好 王队长 中午就别走了 跟太军一块吃饭 喝两个 不不不 我来主要是伺候太军的 只要太军吃着高兴 我就是旁边站着 也心满意足了 那哪行啊 那总得吃饭呢 这要饿好点的 太军哪儿着有这么忠心耿耿的良民呢 哪里 哪里 知遇知恩 当永泉相报了啊 记得啊 但是那牛肉熟了 让那两个厨子先尝一碗 不是 这太军可还没享用呢 哪轮得上他们吃啊 顶多啊 太军吃完了肉 赏他们两块骨头啃啃 那就算抬举他们了 你懂个屁啊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 你知道什么事啊 瞧我这猪脑子 哥哥学着点吧 你先待着 我去到猫厕 好好好 闻着还挺香的 好像还可以啊 颜色也不错 这样 你尝一碗 好吃吗 哎呦 怎么了 怎么这么难吃啊 不会吧 我精心烹制的 要不你自己尝一个 我就不尝了吧 你就告诉我 是辣的还是咸的 又辣又咸又苦 难道是我足量放错了 这样小鬼子肯定不会吃的 没准咱们就 我再加点水吧 你怎么会说话 怎么回事儿这事儿呢 这是什么 说 耗子药 来 来 帮忙 把他换上去 帮忙 来 来 这 够签了 可以开饭了 哦 有人来了 找哑巴 看见郭翻译了吗 大活人跑哪儿去了 怎么样 熟了吗 不 不 忘了 是个哑巴 嗯 啊 马上就出锅了 这就给 太军盛上去 别 不急 你们俩啊 先尝一碗 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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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老子让你吃 就立马吃 不是 这 熟了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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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よし よし 你里打打的哈 太军 去 你干嘛 这 太远过 不好 老子来了 走 太远了 快 快 我这心里发慌了 搞不好他俩真出事了 还等啊 哎呀 是过一样的 瞎求证 我当云长的 你不把部队带好 跑去搞啥子情报嘛 现在倒好 情报搞不到 说我们把小命都丢成了 等等 再等等 再等等 再不见任意的话 就直接攻城迎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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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这儿 一会儿啊 一会儿啊 我跑出去迎来鬼子 你赶紧想办法 偷出城市 不行 你这是去送死啊 哎呀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赶紧把这儿的消息通知孙大哥 让他带兵来攻城消灭鬼子 我不走 大不了 咱们跟小鬼子拼了 你要留在这儿咱们俩都得玩玩 要死咱们一块儿死了 我绝不给你分开 哎呀你说你一个女孩子 万一要是落在鬼子手里怎么办 老子是爷们儿 我们拿你当爷们儿 鬼子能拿你当爷们儿吗 我想好了 万一 老子又咬舌自尽 放心你听我一句 你现在赶紧出城 把这个消息告诉孙大哥 要不然咱们司令部交给我们的命令 就完成不了 这给你拿着 好 赶紧去 姜叔 哪里有 赶紧去 赶紧在等了 咱们直接攻城 我和你 赶紧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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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 赶紧去 赶紧去 它就要撤离吧 那两个厨子还没抓啊 赶紧 赶紧 那往后我们真机队怎么办呢 没泰军的屁股 我们可没好日子混呢 马上回去 立刻结算你的真机队 让你的弟兄尽快离开平洋 否则的话 不过川军打进城来 可没有你们的好果子之 我的妈妈 石长官 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你们长官呢 被鬼子包围了 什么 大叔 你赶紧通知我的队伍 城里只有四十多个鬼子 你呢 我去救李营长 你手无寸钱怎么救我 六子 你赶紧出城 告诉川军老总来 让他们马上去 快去 快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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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点 咱们一块去就灵着 走 走 这边 你再好好想想 是这儿吗 是啊 怎么没人呢 完了 肯定是被小鬼子抓走了 怎么办 别着急 再找找看 哎 带着行李 小鬼子要跑 现在怎么办 我有主意了 快说呀 石掌柜 你别问了 你去找李营长 哎 喂 石掌柜 翻车 你去哪儿了 你去哪儿了你 真是吓死我 什么叫我去哪儿了 我让你去通知苏乃哥通知没有 我通知了 我去找石掌柜 让小伙计去报信了 这块差不多 行了 此地不许久了 咱们赶紧走 老总 老总 日本人来了 咱哪儿呢 老总 又在哪儿了 传人机 让开 干啥子 别别别别 别开枪了 别开枪 我是石家牛儿部的小伙计 我们掌柜的 和一个娘娘枪 让我来报信的 让你们赶紧攻城打鬼子去啊 他们人呢 好像一个老祖让鬼子围了 他们救人去了 真出事了 孙老哥 赶紧下命令 要不然老子一个人去 全体都与了 直奔全阳先生 走 走 来 放咱这儿 过来 这本也堵上 全都堵上 各位老少爷 小鬼子杀了我们那么多亲人哪 不能让他们跑喽 川军马上就要来了 别害怕 一定把他们给堵住 对 不能 不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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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来了 小鬼子拼了 想起们 黄军 不希望再看到流血事件 你们都是顺利 都得到过黄军的优待 请你们 立刻挪开这些障碍 给黄军让路 小鬼子 小鬼子 别猖狂了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跑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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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别让狗人子跑了 快 快 小鬼子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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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定是孙老哥他们 跟小鬼子交上火了 大愿他们 可以把鬼子干掉 石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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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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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 就在刚才平遥城所有的太军都奉命撤回了太远 这太军一走啊 维持城内 治安的稽查队也就 树倒猴存散了 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大伙各奔东西吧 我告诉你们 原来做警察的也别慌神 就是川军进了城 还是国民政府的天下 还是要靠咱维持治安 这还好国家 还好咱们给退下是吧 愿意留下的 一会儿到往那儿重新登记一下 好 散了 哎呀 什么事 看奶奶的 发得真他妈 他妈小女快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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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云长 你好歹你跟我们说一声嘛 你免得打进去那么多老百姓的性命 云长 城里的日本人怎么会突然走了呢 哎呀 你问他他小女快擦了 肯定是暴露了嘛 一天都 跟我们说啥子 不要打草惊蛇哦 哎呀啥啥啥子要自给自比哦 哎呀 你归人认识哦 读了几本发霉的兵书 你就以为你是诸葵亮啊 这样子对了嘛 我去哪个跟司令部交代哦 就是这 呱嘻嘻的 要是早天说老锅的 我们能这么窝呢 哎呀 我们独立营哦 将近两打两倍耗人哦 连十四个小鬼子都灭不到 那个传出去哦 连瞎人板板都要羞死 瞅瞅瞅瞅锤子 我不是你谁知道四十人 我一开始就知道吗 马后炮 你几个鬼啊你 死了那么多老百姓 啊 你有理了 行了 也没打着鬼子自己兄弟干起来了 我怕丢你们撕穿成脸啊 完了 这不要再跟他斗气了 我早就跟他说过 鬼子摆的是迷魂阵 玩的是空城计 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这话又说回来 他要是知道的话 他也不会这么冒失地去干了 让他自个儿好好的想想吧 你说说 我是什么都想到了 什么都想到了 怎么就差这一点呢 我怎么就没想到他会走了呢 他们 这帮王八蛋 你说我憋气不偏气吧 放心 到 赶紧托你船里面 到司令部 把这儿的情况汇报一下 是 来 陈周青 咱们至少消灭了一小半鬼子 收复了贫耀城 扯蛋 那是我们收复的吗 人家自己撤的 死了那么多老百姓 连石掌柜也死了 还好意思说收复 来 你可疯狗吃炸药了 老子是想安慰你 由于李克明的指挥失误 对敌方的突发情况缺乏应对之策 导致独立营 白白葬送了一场手刀钦来的生命 那你是怎么办呢 二战区一直在指责我们船军作战不利 临阵切斩 这不是有信天口是个梦 现在看来 连胜三级委他已经找了主战 确实是草碎了一些 是在拔庙主张 此人弄前难担大人 这家老弟啊 你这是在向我开火呀 好啊 司令爷 我只是旧事软事 一个军事指挥官 怎么能够丢下部队部管 亲自到城里搞什么情报 这就不是军事指挥官所具备的素养吗 你看过李登明致敬的作战计划吗 据说那是独立营到达平遥之后 晚上他在拉屎的时候琢磨出来的 那纯粹是纸上探兵了 也不尽然哪 你当营长的时候 你能做到吗 坦白地说我也做不到 侧子平遥实力是很可惜 我们现在太需要一场胜利 来鼓舞全军的士气了 可可他失败了 是 李登明的失误 就在于他太高估了敌人的力量 这也不能完全可责于他呀 那为谁啊 你想啊 一个鬼子的骑兵队 在没有任何重武器的情况下 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整个平遥城 这在中外战争史上也算是奇闻吧 在这种情况下 李登明的沉门冷静反倒使他犯了严重的错误 一无的战绩 失去了全歼日军的机会 那也总该想到堵截敌人的退路吧 李登明错误的判断 日军要逃也会逃往林险 所以他布下了服兵 可是没有想到日军却仓皇地逃往了太远 这给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他这是聪明犯被聪明误法 所以我认为还应该给他鸭蛋子放胆使用 可是 不要可是了我的残茂长 马上命令李登明部进驻平遥 担当守城任务 蒋公罚过可是司令林的一贯原则呀 这也不为国呀 小娃娃不摔几个跟头 她能学会走路吗 现在要让他们受一些挫折甚至于是磨难 日后对他们是大有鄙夷的 你别忘了 你我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 我的总司令啊 你这不是爱护 你这是探护 这 来了来了 郭军来了 大家欢迎 快点炮 快点炮 博士 我怎么觉得小伟的进城 你心里搞几块钱放得好啊 我说你要不说话没人拿理当家 那日本人来了都放了 国军是咱自己兄弟更该多放几遍啊 去去去去去 大家欢迎啊 欢迎国军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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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挺好看的 你爹 他们专局是来地上守城的 这孩子你不懂 小鬼这一来呀 就他们啊 跑得比兔还快一点 走 爱香烟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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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抓捕维中辉汉奸的任务 就交给我们三连吧 越可越好 这贺狗子手里啊 都有武器 没那么容易对付 一旦打起来 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 还会尽老实名 所以我在想啊 擒贼先擒王 咱们先拿这个王宝胜开刀 行那混蛋 我一个人就够了 用不着 我会让他乖乖地 自个儿往监狱里钻 快点 吹牛吧你 不是啊 有你在我身边呀 我这心里头就舒服多了 有你王队长这句话就行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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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你这副哭脏样 死了老娘了 什么事儿 大哥 说 大哥呀 这门大街都贴着告示啊 这川军村独龄 大脏起鼓掉 整肃和追查罕见呀 这儿子 你先下去 嗯 哎 哎呦 我跟她说点事儿啊 她们怎么说啊 哎呦 哎呦 我跟她说点事儿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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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川军村住这区偷案自首 如果过了这个期限 一旦急拿归案 就地处决 谁啊 这些个川蛮子 真是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儿啊 什么是罕见 她们她们要是把城门守严实了 那日本人能闯进来吗 遇不上小鬼子儿 老子到哪儿当罕见呀 真是的 我看呀 还是争取主动 赶紧自首 只要手上是没有人命 坦白交代 就可以重新发怒 你看 亏你还是吃警察这碗饭呢 还不明白自首怎么回事 越主动坦白死得越快呀 你要记住 日本人迟早还会要打回来的 这川军到时候还不得乖乖地滚蛋 要咬牙也就挺过去了 那 那 那 王队长 废 不许叫队长 是是是 王队长 请你 来 来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新来的李营长要单独约见我 没说什么事 说是商议一线平遥至安事业 你忘了 日本人来的第二天 不也单独约见我了吗 要想搞好平遥至安 天王老子也离不开咱 来 吃喝这 是 什么意思啊 那孩儿别去了 这这万一 屁话 他们进城才一天 哪那么快就摸清我的底呀 真是老天开眼哪 凭我的本事 真要是把他给拿下了 日后咱不照样有了铁杆靠山 马上 把心放在肚子里 只要是跟他们成为朋友 就是知道我给日本人做过事 他们也会睁直眼闭直眼的 有那么容易 多新鲜 那川门子他也是人哪 咱跟对待泰军一样 伺候周全老孝敬到家 交情自然就有了 千金万银抵不上头其所好 到时候 啥稀罕送啥 他们鬼都乐意 泰军是喜欢文物 可这新来的李营长喜欢什么 咱怎么知道啊 我问你 川军缺什么呀 当然是枪支弹药啊 进城的时候 你没看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破玩意 枪是兵的胆 有兵才有官 哪个当官他不喜欢自己兵抢马撞 他问您是 咱从哪儿给他弄武器去呀 我说你是猪脑子呀 那泰军不是夺了平遥军火库吗 走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带走 全放在石家大院里藏着呢 对呀 就这么晚一嘴差不来 我说 往后跟老子学着点 没亏吃 去 把马车给我备好 是 仙道仙阳为王者 快点 快 滚开 行行行行 来 往马车哥这边 快点快点 快点 站住 我 我是警所的王所长 是你们李营长的客人的 请把枪留下 我 我这 所有到访的客人一律不准带枪 好好好 进去左转 好好 好 哎呀 哎呀 这回是运气好嘛 没死那么多人 但你保不住他下回瞎子会啊 要是把兄弟和联明上了怎么办 老大 我写了一封告状信 让下头的兄弟伙都把名牵上呗 把纸巾盖上了 想办法把他归的云长弄下来 让你拿灯 孙楼 我们这也是为您好啊 对头啊 李营长在吗 这没得李营长 只有孙营长 李营长不在 这里是副营长室 爬爬爬爬爬 对不起 对不起啊 请问您是李营长吧 我是 林大卫 毕人是警所所长王宝珊